南道館農散文宵公司也就是肉片市場 要供應官民、官來的豬仔 都會有這些載豬仔的手機來運送 為了表達對他們的經驗 這裡有手機、勘心車 第一次要載豬仔禮拜時 農散文宵公司都會有這個棒棒的觀念技 是相當的趣味 滾車幾次的南道館農散文宵公司 有人幫我歡迎 原來是載豬仔的手機當中有人甘心車 為了討論一個豬仔 南道館農散文宵公司 都會帶甘心車手機辦理歡迎的意識 就給手機大賺錢 我們從這邊到我們 盤子的屠宰場距離比較遠一點 所以就想說換新車比較安全一點 那換一台全新的這樣大概要多少 因為目前車價還有我們車體都一直漲價 我們那時候訂購的時候 算比較早訂所以比較優惠 大概350左右 很感謝大家的那個歡迎 有沒有覺得一個好笑頭 一個好的開啟 有啊有啊 就新的地方然後新的開啟這樣子 如果在新車幾次牌的時候會放炮 旁邊也會放煙火 而且最後還會在新車的買流 百炮最多老折 他們這台新車都不是穿我們購車 這兩百萬就有辦法開起來 一定都要開啟到百萬有的 甚至超過很千萬就對了 所以說現在載運主量的運載車 他們的設備規劃都比以前非常的先進 那本公司就照傳統的理俗啊 我們幫他準備沖天炮 幫他們準備連炮啊 而且是讓祝福這一部車啊 以後能夠行車平安 愈再愈發就對了 這樣啦 我們老官農三位秀公司總經理 就義兄表示 處理如果有買車一般都會放炮 替新車過會急救平安 因此公司也照著的團統驚 也就讓祝福都能夠量越多越多 大家都在這裡看新車 現在現身的彩虹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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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